是一个莫大的恩典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主 今天 我战战兢兢的在你的圣坛当中 要说 修习 知道你是上帝 你是我们的神 真的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也对我们现代人 是一个大的挑战 主 求你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 充满着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 修习并不是停止 让我们能够领受 这不简单不容易的道 主 我们感谢你 求你完完全全的掌管以下 分享的时间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 这个主题是我新年最后一次在这里讲的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最后一次 好了 我收回这句话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 应该很快明天就离开 那这个主题是我去年开始在思考的一个功课 就是作为安息年 就是我到底要怎样休息 在教会的传统 牧师大概七年工作之后 第八年就是要休息 那我已经有大概三个七年 超过三个七年都没有休息 那所以呢 在我牧养的时间 从十六七岁信耶稣 然后十九岁开始在教会 full time 的时候呢 一直都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应该在神学院 或者在灵修学院 一直都没有真正去研究过 如何可以休息这件事情 而找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 它是一个命令 甚至说一个基督徒 一个门徒 一个跟随者 他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 就是休息 那我也常常祷告过上帝说 我每天都睡觉啊 我也不是那么群力 每天都工作啊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休息呢 所以今天我们重新陪我一起 来走一次 来看一次什么叫做 rest 休息 或者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字 叫做什么 come 最近在看这本书 他讲come come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讲休息 可能我们很难明白 这个经文 这个经文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翻译 有些说停止 有些说 是安静 silence 有些是说休息 那我觉得呢 用come这个字呢 会可能 更好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 一开头 这个作者 他给我们有一些的 平静 come的一些定义 他说平静是一种 临静的状态 平静 是脚踏实地的感觉 平静呢 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回归的一个地方 但是只要我们记住他在哪里 平静呢 是一种清晰 还有自信地 做出决定 平静呢 是记得世界所有美好的事情 同时 记得不好的事情 平静 是深呼吸 这种被支持的这种感觉 平静呢 是一种安全感 平静呢 是一种接受 accept everything accept everything 接受一切的这种的感觉 平静也会让你感觉到被连接 connection connect 即使一切周围的人 事物 让你觉得非常的乏味和忙碌 你也 keep connect 接下来他就讲 到底 平静不是什么 平静不是无所事事的 永远的 禁止 stop 平静并不是把生活 所有东西 放在门以外 平静 不是躲避世界的困难 平静 平静并不是 不管 我们生命 生活的chaos 平静 并不是因为害怕 而拒绝 所以躲去自己的 煽动里面 平静 并不是走 选择更容易走的路 平静 平静不是 强迫自己 meditation 或者是silence 平静 并不是 去 停止一些party 或者兴奋的一些道路 平静 并不是 在忙碌的时间里 平静 并没有夸大 它真的存在 就算在困难当中 我们也可以 stay calm 平静 最后一句 作者说 平静在我们的内在 我觉得它 用这个 平静是什么 和平静不是什么 的一种的状态来 开始 我们今天的讲道 是非常非常适合的 今天我要讲的经文呢 在四篇 四十六篇 四十六篇 我有一个的背景 我们只读了一节的经文 但是它的上下文 只有十一节的经文 它第一句是这样子的 四篇四十六篇 第一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患难中 随时的帮助 首先我们要知道 作者为什么突然间说 叫我们休息 如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间老板 吃完lunch 叫你进房间 然后说 Isaic是时候休息了 那我们就知道 打祸了 你知道吗 突然间上帝来说 Jaycup 是时候休息了 那就是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 到底作者在什么的状况 背景以下 说这句话 当时是在战争 在打仗 他在被追杀 他在处着一个 非常多的问题 十字路口 有很多决定 他需要做 甚至他不知道 他的人生 有没有明天 有没有明天 甚至他非常 讨厌上帝 他每天都想着 要自杀 想着要死 是一种 现在人所说的 depression 的一个状态 请问这位先知 是谁 请你吃 吃饭 不是 每天想自杀 埋怨 不喜欢自己 很depression 的一个先知 也哭得 听说哭得最多的 一个先知 对 有的吃饭 给一碗白饭你 他在这种的状况里面 他说 要休息 当然很多挣扎 有人说是大卫写的 那是什么 看回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你就觉得是同 出乎一人 那 他说 你们要休息 知道我是神 他是跟自己说 在困难的当中 我们要休息 知道 我上帝是上帝 那你看回他的背景 你会想一想 到底 为什么要休息呢 不是要解决问题吗 为什么要休息呢 到底一个上帝的仆人 教会的同工 教会的牧师 传道人 为什么要休息呢 因为我们缺乏 因为我们是有限的 当休息的时候 我们会遇见一个无限的 还有为什么我们会休息呢 是因为我们不清醒 当一个人三天不睡觉 不管 你有没有精神状态之前 好不好 三天一个正常的不休息 开始有幻想 幻听 当一个人不清醒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 作为一个牧者 同工 或传道人 或基督徒 或作为一个人 是时候想起 你需要休息了 当我们迷失的时候 我们需要休息 所以你看今天我讲的这本书的作者 还有 这个诗篇的作者 都是在 非常非常困难 的时候 告诉我们 停一下 深呼吸 休息 因为你已经 迷失了 你已经 太累了 你失去了方向 你不知道自己 是谁 你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然后在教会嘛 没有很多教会 牧师有机会安息的 不要说主流教会 统治教会 更 更加没有这种 奢侈 的属灵操念 因为在现代的教会 或现代人觉得休息 是浪费时间 你会请一个人 然后给他免费的薪水 一年 去休息吗 在今年我去了 很多地方 我到处跟别人说我今年 不用工作 我是休息 然后还有薪水的 然后他们说 What kind of job What are you doing 他们也很想做 你们羡慕吗 不羡慕吗 每一个人都需要休息 这真正不是教会的问题而已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 现代人 都不懂得去休息 当我们迷失的时候 我们不断不断的 去把自己的 期待 丢给别人 把别人的期待 丢给了自己 让自己不能 喘气 不能呼吸 当先知 他每天都想死 他遇到的问题 他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 他想放弃上帝 放弃自己的生命 上帝告诉他 你需要休息 休息之后呢 他说什么 在以赛尔书40章 最后 的26 27 我们来看看 他说 你们要向上举目啊 看看创造 上帝 上帝创造的这个意向 然后 27节 28节 29节 他说 这个 疲乏的人啊 上帝会赐能力给他 软弱的人啊 他会加能力给他 他开始 放清楚 自己的角色 原来 我外在的问题 我并解决不了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很 big tick吗 会很 急吗 生气 或者 很失望 是因为我们都很想去控制一些 我们并控制不了的东西 而我们不断的去控制 我们想控制 不了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很累 当我们太累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迷失 而这个时候呢 在属灵的功课 我们就需要这句话 你需要休息 知道 你自己是谁 好像今天我穿这件T恤的时候 I am 空格 到底你是谁啊 你要知道自己是谁之后 你才能够接下来说 知道 他是神 中间缺少了一句话 你不能直接说 你休息 然后知道他是神 这同时发生 当你知道他是神的时候 你必须已经知道 Who are you 当一个人他 无限的放大 他自己是世界的中心 这就是原本的 原罪的这个的原文的意思 就当自己是世界中心 教会每个人都要来满足我的期待 我们都带着自己的期待 走进来教会 走进来 去一段的关系 或者在谈恋爱里面说 爱情应该是 这样的 世界应该是这样的 公司应该是这样的 教会应该是这样的 同公司应该这样子的 Jason你今天唱的这首歌应该是这样唱的 我们都有很多的这种的期待 丢出去 丢出去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控制 有没有看过一个YouTube 就是有一个 人他不断的去 骂地 因为地上有很多的水 但是那个地方是一个海边 他一直想骂干那个海边 但是骂来骂去骂不到 看的人觉得很好笑 再看多一分钟你会觉得非常无奈 非常的愚蠢 这件事情 而这种愚蠢呢 可能你 和我 每天都在上演着呢 特别在我们的爱情 我们很想控制我们的爱人 到底 他是怎样来爱我 我应该怎样去爱他 然后我爱他之后 他的反应是什么 我还记得今年我第一次跟Frankie去 过情人节的时候 那我就偷偷的去买 买花 买花的时候 他说他上厕所 然后买花我转个头 他就在我旁边 这就是 不是我要设定的一个 场景 你知道吗 我想给他一个surprise 但是他就在我后面 所以 我想控制 控制不了 我想控制 教会的 每一个的决定 控制不了 我告诉你 这些才是真正 我们修习不了 的大大的敌人 真正大大的敌人 所以今天我们 为什么来教会 为什么来教会 是因为想得到别人 满足我们的期待 给机会别人来满足自己 还是 我们一起来建立一间教会 去敬拜我们的上帝呢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基督徒来教会 越来越累 越侍奉就越累呢 是因为他的 把自己的期待 放的 最高的 重要的部分 而不是把耶稣 放在教会的中心 那首歌怎样唱 Jesus in the center Right 不是 是my expectation in the church of the center 这是很累很累的 今天牧师为什么要安息 就是因为太多这种的混杂 别人对我的 expectation 我对别人 expectation 我们都需要安静 silence calm rest 把自己的角色重新调整 然后知道 上帝 做什么 我 应该 做什么 另外一个很大的敌人 关于休息不了的敌人 就是 消费的主义 什么消费呢 就是别人来 买我 我去买 别人 有没有啊 哎 你知道吗 我开车来这里 30分钟 有多 然后还要开 车 然后还时间 然后还要给钱 我应该要得到 某些我期待得到的东西 背后其实他有这种 消费主义 进来我们的生命 不单单的去伤害了其他人 也伤害了自己 曾经 在香港有一位传道人 他很不喜欢 庆祝生日 那我问他 为什么不喜欢别人帮他庆祝生日呢 有两个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他说 别人送我礼物 我不知道 如何 去送回别人礼物 我不知道送什么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 我说别人送你礼物 你为什么一定要送回别人礼物啊 他说 这是一种 礼貌 但是我慢慢跟他谈 内心是种的交易 而交易背后就是消费主义 我们的关系 变成消费主义 会让我们迷失 让我们忙碌 休息不了 请问你跟上帝关系 是在做教义吗 请问 你 跟上帝的关系 你跟 自体们的关系 跟教会的关系 是种的 消费主义 是种的 教义吗 如果是的话 你会很 忙碌的 你内在的状态 也不断的在想说 哎呀那天 同工就是 探访我 为我祷告 他们给我 很多的爱 不行 我要 作为一些什么东西 我要 去 扶持上帝 这种态度 我们 作为牧师听起来 很好啊 很棒 这个人 懂得感恩 这个人 懂得 回报 如果你真的是感恩 懂得回报 这没问题 他只是一线之差 你就很容易变成 你对我好 我必须对回你好 有来有往 你们小心 魔鬼就在这里 魔鬼就在这里 让你 不能平静 不能 Stay Calm 不能 能够有这种 暗静 Silence 的这种状态 他会慢慢 混杂了你自己的角色 你不是来 回报的 你服事 是因为 我爱 你 我爱 这个人 我爱这个教会 我爱这个上帝 而不是别人如何对我 我就如何对你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冷冷淡淡的这种没感情的关系 你那天请我吃蛋糕 然后我现在请你吃好像很有爱 很小心 这种 但我们 不小心 跌入这两种的状态 消费主义 还有之前所讲的 我们就会慢慢 觉得非常忙碌 非常忙碌 而忙碌到一个地方呢 我们迷失了自己 甚至 觉得 世界没有盼望 每一个人 都是 不能满足我 那你还能够 silence 作者 先知 到最后 他连上帝也骂 他说上帝 你在哪里 上帝你在哪里 你看 40章 的27节 他说雅各啊 你为何说 我的道路向耶和华 隐藏呢 以色列啊 你为何说 我的 冤 神病没有查看呢 28节说 你们 不曾知道吗 你们没有听过吗 他永生的上帝 他是 并不缺乏 在困难的时候 他就在当中帮助我们 他还 进行了过来 他就说 上帝其实都在 上帝其实都能够听到我们的痛苦 但是之前 他就说 上帝你 没有在 你什么时候在 我困难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 在这里 所以当 你开始埋怨教会 开始埋怨童工 或者下星期开始装修的时候 你又开始埋怨 说 哦 为什么 那么肮脏啊 为什么 是这样子的啊 为什么装修是那么 不漂亮 或者那么贵啊 等等 可是你有很多 不满足的事情 或者开始不想来教会 请你修习 那我的修习不是叫你不来教会崇拜 我等一下把这段 Calm 就是什么来的 这个平静 平静不等于是停止 平静是 寻找回 Who I am And who is God Silence Rest 安静 是说 我要找回 Who I am 所以今年我的安息年 我问自己最多的问题是 Who I am Who I am And where is God Who is God Who is God 其实今天我想讲得到 并 开始并不是这个 我想跟你们讲 是 另外一个 古文的 那个古文我相信大家很有趣 但是 当你去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到底 真正的上帝是什么呢 而很多这些古文我们会发现 今天我们就是要传统 或者我们所相信的耶稣 其实是很多人 在之后 而造成的 所以上帝的形象 我们需要继续的去了解 而怎样可以去读这些古文呢 我还 不敢介绍给大家 就是我们足够 安静知道 我是谁 知道上帝是谁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看 更多的这种历史背景 让我们知道 是什么 我们的圣经到底是怎样来的 在我们的门徒训练课程 有301的课程 301呢是神学课程 每一次301的第一堂课 我在香港教也好 在JS教教也好 在大陆我也有教过 第一堂课程呢 通常 上过两堂之后 就有人会离开我的 班 也有好多的这种 个案他告诉我说 我真的不行 上你的课我会 变成没有了上帝 他就不上 那这些人呢 我分析过 就是 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上帝是谁 而这种的同学 通常离开 他 都是对教会非常大的期待 而这种期待是要别人来满足他的 我们JS教的教导说 期待是谁来满足的 请问 是自己来满足的 所以不是别人 应该 去负责你的期待的 没有人应该天生 生出来去负责你的生命和负责你的期待 如果 你还是这样 你就不能够去 听更深更深的道了 所以我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想 在休息的当中 对我来讲实在太困难 太困难 因为 我 有一半内心的内在 觉得我并不需要休息 那当我休息的时候 我会发现 我有很多东西 其实 还不知道 自己是谁 所以 你看我还没有填上去 有些人就是拿一些东西填 我觉得我会 keep calm 然后继续的去 谦虚的 去寻找 到底我是谁 我希望 我今天 可能真的是最后一次 今年 在这里讲到 然后就送给大家这份礼物 陪着我 好不好 陪着我今年做安息年 然后去 休息 问问自己 我是谁 上帝是谁 别把你的 消费主义 再丢出去 也别让自己 再进入这种消费主义 这是第一 的提醒 第二提醒 也别再丢你的期待 给别人 那么不负责任 那么自私的做法 好不好 好好的谢谢 你们的传道人 谢谢你们的统工 他们有自己的生意 有自己的工作 他们 并没有 这种 义务 去服事 去 舔你们的脚的 他们并没有 这种 义务的 但是他们 是自己 愿意 一步一步走上来 这个祭坛 去献上他们的活祭 去服事 教会 你需要的去 感恩 感谢 他们的付出 而不是把你的 期待 就丢给了他们 叫他们来 满足你 之所以 教会 牧师为什么需要 安心呢 就太多这种 不负责任的 信徒了 让我们的教会 JSKL 成为不一样的教会 我们不要像 其他教会一样 去消费我们的 同工 和 上帝的 补人 阿们 我们 要建立一间教会 彼此建立教会 彼此服事 彼此 付出的一间教会 而不是彼此在那边 剥夺和消费的 这样 这间教会 就知道 谁是上帝 这间教会 就可以 很忙碌的 然后同时 可以 stay calm的 一间教会 阿们 我们同心祷告 要请大家可以 silence 安静 一两分钟 让我们 连接 connect 自己 和上帝 我们下帝 这间教会 我们下帝 感谢观看 主上帝 请你来帮助我们 在寻找 我是谁 在寻找 你是谁的道路上 能够休息 安静 Stay calm 去看 去听 如果这是你的祷告 这是你想要的一种状态 你现在就向神祈求吧 你现在就向神祈求 第二我想邀请大家 可不可以我们教会的 侍奉者 所有有侍奉的 献上感恩和祝福 和感激给他们 可能过去 我们曾经消费过他 我们跟他说对不起 可能曾经 我们丢我们自己的期待给他 我们向他道歉 现在把你的爱和你的感激 献给他 他没有义务 他只有使命 他没有义务 他只有使命 他应该被尊重 他应该被同行 而不是被指责的 我们要建议一间教会 是互相感激 互相感恩的一间教会 可能你不同意他的决定和做法 但是你可以去体谅和明白 他在有限的条件 和有限的资源 底下 而做出最好的决定 这就是肢体们之间的爱 和接纳的一切 什么是come呢 就是accept connect 让我们 祝福 所有司奉的人 我们一起来同行祷告 主耶稣 祝福你是我们教会的中心 阿们 主耶稣 祝福你是我们的主 请你来 来到我们的当中 来到我们的内心 来到我们的JSKL 来掌管 来带领 我们有很多很多新鲜的事情 会在这里发生 我们也知道 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在这里发生 我们有使命 我们有意向 但是在当中 这个过程 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也期待这些困难 让我们更加的刚强壮胆 而并不是打倒了我们的关系 求主你来 与我们同行 因为我们知道你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位 与我们同行 以马类里的上帝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教会上上下下 所有的每一个肢体 朋友 家人 都完全教托给你 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已经得胜的圣名 祈求 阿们 要请大家可以站起来去拥抱一下我们的同工啊 领袖啊 侍奉的前面的 PSSystem啊 所有 弹吉他的 可以跟他讲一声 谢谢你的付出 谢谢你的服事 那Simon是生日 他今天没在吗 他喝醉了还没醒 然后下个星期是 Pastor Anthony生日 大家记得要好好的 去感谢他 咱们 現在有一種的在JESCA這種氣氛有點假的氣氛 有一種很溫柔很假 我們感激和感謝也要爭了不要這麼講 請坐我們要生餐的時間 請今天服飾的可以出來 生餐